最近一段时间 谷歌华人员工全杀妻子的案件 在华人圈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关于家暴的话题又再一次被人们所关注 然而祸不单行 相似的悲剧在距离加州千里之外的伊利诺伊再次上演 家暴作为一个始终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我们到底该如何避免 如果不幸深陷其中又该如何进行自我保护呢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 在刚刚过去的周日 居住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母亲 马黑达卡桑和她的三个成年女儿被枪杀 纽约邮报报道称 杀人者正是马黑达卡桑的丈夫 三个女儿的父亲 据警方和WGA News获得的调度员电话 屋内一名男子波打911 报告了大规模屠杀事件 并在现场被拘留 受害者被确认为马黑达卡桑53岁 一对25岁的双胞胎 哈勒马和贼黑亚 以及24岁的哈纳卡桑 警方在现场拘留了一名男子 是受害者的丈夫和父亲 警方还在房屋内找到一把枪 一位相熟的邻居 Sharot Vikus 透露 这个家庭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身亡的只有母亲和三个女儿 Sharot Vikus表示 自己很震惊 因为受害者和凶手 真是一个美好的家庭 有着光明的未来 说到这起谋杀案 一举成为芝加哥西南部 严厉公园近20年来最严重的死亡事件 那在美国 一个被法律全方位保护起来的国度 如果遭遇家庭暴力 到底该怎么办呢 针对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 何为家暴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人 或亲密伴侣之间的 一种以操纵和控制受害者 为目的的虐待行为 包括身体 性 情感 经济 心理 和技术方面的略带 家暴的形式包括 恐吓 操纵 羞辱 孤立 胁迫 威胁 责备 伤害或伤害他人等 所以其实家暴到最严重的程度 才会出现伤人甚至谋杀 这些不可挽回的局面 那么实际上 如果受家暴者在恐吓操纵 以及羞辱这个阶段 就做出回应 那么完全可以避免悲剧 进一步的发展 根据美国的律法 如果遭遇家庭暴力 受害人不论移民身份是什么 都有权接受以下的这些服务 一 警察援助 二 紧急医疗护理 三 紧急庇护所 四 向家事法庭或刑事法庭 申请保护令或限制令 五 法院离婚判决 即使配偶不同意 六 法院可以判给你孩子的 抚养权以及子女抚养费 七 有可能以保密的方式 在无需配偶的协助下 获得移民身份 即使不会说英文或英文不流畅 都可以要求警察 诊所 法庭免费安排翻译 那求助方式很简单 直接拨打911 包括如果你认识的家庭受害人 正在遭受虐待 也可以拨打该电话报警 那么警察一旦介入 便可以针对受害人 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包括且不限于帮受害者 及其孩子找到安全的住所 例如家人或朋友的住所 或社区庇护所 同时 护送受害者前往安全住所 其次便可以帮助受害人 联系当地的防止家庭暴力服务 以及前往医院或诊所 接受医疗护理 第三 则是可以帮受害人 取回私人物品 如果受害人提出要求 也可以帮助将施暴者驱逐出住所 当然必要是可以逮捕伤害你的人 还有就是如果认为 家暴情况尚在初期 或者刚有苗头 不至于惊动美国警方 那么受此困扰的人 可免费拨打 美国国家家庭暴力热线 800799SAFE 寻求危机干预或资源介绍 热线的接线员 接受过家庭暴力方面的专门培训 不但可以提供资源帮助 也可以指示倾听 与此同时 美国各地也会有 家暴相关的项目资源 搜索Domestic Violence Services 可以找到当地的家庭暴力相关的帮助资源 例如避难所等 根据心理专家的说法 家庭暴力很多时候是为了控制 而不是因为愤怒 所以很多家暴受害者是唯一一个 看到施暴者阴暗面的人 而其他的人可能对于施暴者的暴行 会感到惊讶 因此 家暴受害者可能会觉得 说出来也没人会相信 对受害者表达自己的信任 不要将虐待的行为小事化 也不要将遭受到虐待归咎于受害人 另外 如果受害者愿意说出来 积极的聆听 不加评判会更好 让对方有充分的倾诉机会 尊重他们的选择 当然由于羞愧等因素 许多人会试图遮掩被虐待的情况 那么此刻 作为身边人就要善于观察 及时发现 比如 当受害人出现身体信号 包括黑眼圈 嘴唇破裂 脖子上有红红紫紫的勒痕 手腕扭伤 手臂有瘀伤等 以及情绪信号 包括自卑 经常道歉 惊怕 睡眠或饮食习惯改变 焦虑 滥用药物 抑郁症症状 对曾经喜欢的爱好活动失去兴趣 弹击自杀等 还有行为信号 比如变得孤僻疏远 经常临时取消聚会 经常迟到 对个人生活过度保持隐私 将自己与朋友和家人隔离等 都要尝试进行巧妙的训问 以确保沟通对象 是否真的处于家庭暴力的阴霾之下 社会问题还需要社会全员 共同解决 希望我们所有人 都能对家庭暴力有清晰的认知 最大程度的避免深陷其中 同时也能及时出手 帮助身边人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